这是建雍市警察局八堵分柱所遭小货车冲撞后的惨状 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警察署长黄明昭在受访时表示 已经要求各县市警察局检视驻地 在兼顾便民的同时应地质疑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未来新建厅舍时也考虑采取如百步派出所般的阶梯式制高 或者设置升降柱甚至是纽泽溪护栏等 八堵分柱所发生嫌犯驾货车来冲撞我们派出所 导致我们值班背景的同仁一死一伤的案件 我们感到非常的一个痛心以及不舍 那在值请的时候我们也要求各值班同仁要注意内外的状况 以及要提高警戒 那另外也要求各县市警察局要针对驻地做一个检视 要有一个安全防护的这个检测 如果硬体不足不够的一定要补强这个硬体 警察机关尤其分柱派所是民众经常往返的这个场所 所以我们在安全维护的部分 也要考虑到便民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也请各县市警察局要因地质疑的采取防护措施 比方说暂时性的 现在比较急迫了像行动车有腹地就可以停放在我们大门 做一个反冲 另外为来的一个听设的一个起照 要有一个阶梯式的一个比较至高阶梯式的一个观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起照 那另外以后要推动有一个这个升降柱 或者是相关的扭折锡等等 这个都是在列委考虑的一个项目 那我也请我们警政署后勤组 结合各县市警察单位的后勤单位 以及行政单位 做一个通版的一个考量 如何来加强他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 至于这些防护措施会不会影响伸障者权益 黄明昭也做出回应 现在的听设都有无障碍的一个通道 那无障碍通道是以便于我们身上的朋友可以通行 那这个不会有所冲突 在无障碍的部分 它没有设置在我们的大门 是设置在我们进门的一个左右两侧 而在巴鲁分住所值班台遭状事件发生后 有分局要求远景值班时不能看手机玩手游或追剧 否则由督情组严惩引发基层反弹 对此黄明昭表示 针对远景值勤已经要求各警局应该采取宣导及沟通方式为主 一昧的督情惩处并不适宜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